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脚将汉朝踢开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就叫做新朝 诶 这个王莽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小朋友们快快竖起耳朵 琴娃老师这就给你们细细道来 王莽出生在汉朝的一个贵族家庭里 他的姑母可是皇太后呢 其他的叔叔伯父们也都是大官 不过很不幸的是 王莽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王莽和母亲只能过这穷苦的日子 正是因为这样 王莽总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得罪别人 他每天都非常用功读书 希望有一天能摆脱这种贫穷的生活 而王莽的堂兄弟们 他们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每天只想着怎么开心就怎么过 这样一来 百姓们都觉得 在这王家里头呀 就是王莽最懂事了 以后肯定有出息 后来王莽的大伯父生病了 王莽就细心地照顾他 每天给他端汤喂药 大伯父非常感动 就向皇太后夸奖王莽 说 王儿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希望皇太后能让他做一个小官 好让他和他的母亲过得好一点 皇太后也非常疼爱懂事的王莽 于是就马上给他封了官 王莽开始做官之后 勤勤恳恳地工作 还认识了很多有才华的朋友 在这些朋友当中 有的人很穷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王莽就经常请他们吃饭 还把自己的工资分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买些肉吃 从此之后 很多人都主动过来跟王莽交朋友呢 皇太后看到王莽这么努力工作 还常常帮助别人 非常开心 于是又给他升了官 就这样 王莽通过自己的努力 慢慢地从一个小官一步步地当上了大司马 跟在皇上身边 帮助皇上管理国家 官越做越大 王莽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总是要看人家的脸色了 反而别人都要对他恭恭敬敬的 在这个过程中 王莽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还是当大官好啊 不愁吃的 不愁穿的 别人见了我 还远远地就跑过来打招呼呢 后来九岁的汉平弟继承了地位 皇太后也变成了太皇太后 可是皇上的年纪太小 还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大事 太皇太后就只好让大司马王莽来做决定 唉 这样一来 王莽差不多就和皇上一样了嘛 但是皇上始终都比大司马地位更高呀 百姓只知道有皇上 又有多少人认识大司马呢 王莽开始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直接让我来管理国家 我肯定会比皇上做得好 那怎么办呢 王莽慢慢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来 王莽认为首先要跟大臣们做好朋友 让他们支持自己才行 于是 王莽经常给大臣们送礼物 还请他们吃饭 渐渐地大臣们都很喜欢和王莽一起工作了 有一次太皇太后为了奖励王莽 赏赐了很多土地给他 王莽假装不肯接受赏赐 还跟太皇太后说 我已经不愁吃穿了 还请将土地赐给那些辛辛苦苦种田的农民吧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 老百姓们都认识了这位大司马 都纷纷夸往往是一位好官呢 还有一年因为一直没下鱼 毒辣的太阳都快要把人烤焦了 农民的田裂成一块块的 庄稼也全部都枯萎了 百姓们都饿得没力气了 这时候王莽又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他不再吃大鱼大肉了 只喝西粥 还将自己家里的粮食都搬了出来 捐给农民们 其他的大臣看到他这样做 也纷纷捐钱捐粮食 就这样王莽又成功地 变成了老百姓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呢 后来汉平帝不幸生病去世了 王莽就做主 在皇宫里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来当皇上 可两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 王莽自然就成了代替皇上管理国家的假皇帝了 接下来 王莽又让手下悄悄在先皇帝汉高祖的庙旁边 埋了一块石头 然后再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挖出来 只见那块石头上写着 让王莽当皇帝 看来连先皇帝都认为王莽应该坐上皇位 于是百姓们赶紧下跪 纷纷拜见王莽这位新皇上 就这样王莽终于完成了他的计划 顺利地当上了皇帝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称为新朝 其实王莽一开始想自己当皇帝 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比之前的皇帝做得好 为了证明自己 王莽在建立新朝之后 马上就像商鞅变法那样 在国家上下都进行了改革 可是呀 王莽太新奇了 想一下子就能提高国家的实力 却没想到 他的这些改革方法并不管用 比如当时有各种不同的钱币 百姓们用起来很不方便 王莽就想让大家只用同一种钱币 可他改来改去的 不但没有帮到百姓们 反而将国家弄得更加乱糟糟的了 所以王莽的新朝 最终也没有变成百姓喜欢的王朝 在王莽篡国的故事中 篡国的意思是指大臣用诡计抢走了皇位 王莽也确实是抢走皇位 当了皇上 但是呀 他的一些改革方法还是非常先进的 只是不适合当时的环境 才导致他的新朝并没有强大起来 王莽只当了15年的皇帝 就被一个叫做刘秀的人打败了 然后刘秀建立了东汉 还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国家的问题 那最后东汉强大起来了吗 诶 这个先保密 琴娃老师下次再讲给大家听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